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 日本如果不释放其扣押的中国渔船船长 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 日本方面指称这名中国船长在东海水域 驾船撞击日本海岸警卫队的船只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 温家宝星期二晚间在纽约 向一群中国公民和美籍华人讲话的时候 发出这个最后通牒 温家宝说如果不释放船长 北京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先古游人 星期三在东京向记者表示 日方愿意向中方就撞船问题 举行高级别的会谈 中日两国都声称 对多个有争议的岛屿拥有主权 9月7号在该海域发生的撞船事件 已经升级成为这两个亚洲大国 近年最严重的外交纠纷